好接下来我们再学一块键 叫做AltShift加S 它是什么块键呢 它有多神奇呢 我们来看一眼 在这里我们来创建一个包 右键点新键 package 然后叫做com.黑马 带点BEN 之前我们说 像person这样类 sluten这样类 都叫做jarbin类 你可以管它叫bin 也可以管它叫domain 这样的类 我们一般放在这样的包里 我管它叫bin吧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创建一个person类 ctrl N 来一个person person 好 finish 然后在这里面 咱们写两个成员变量 pi vt strand name 再来一个 pi vt int h 好两个成员变量 那么根据这两个成员变量 我们生成空餐有餐构造 然后还有这个set概念方法 好 来AltShift加S 来一个c 然后AltShift加S 来一个o 然后AltShift加S 来一个r 好 OK 再来看 怎么着了 这什么构造 空餐构造 这个是有餐构造 这个是getset的方法 比如说老师 你刚才太快了 我们没看清 没关系 咱们来个慢动作的 好 把这些都删掉 再来看 我按一下AltShift加S AltShift加S 按下来之后 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列表 来看 我们找这个ta 叫constructor brom superclass 说从负类去生成一个构造 我们知道person默认继承的是object类 而object这个类呢 它里面只有一个空餐构造 那从负类去生成构造的话 那生成的肯定是什么构造 是不是空餐构造啊 那你再来看 它的C下面是不是有个下滑线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选中这行 就用鼠标选中这行 也可以选C 就相当于是选中这行 来C 大家看 然后轻回车 那么这就叫做Alt加Shift Alt加上Shift加S S其实就是source 然后再加上 再加上谁啊 再加C 这叫生成空餐构造 生成空餐构造 根据负类去生成的 然后再来 AltShift加S 然后再来看 这里面还有一个O O下面有一个下滑线 它是什么呢 说根据字段 字段就指着咱们的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也叫字段 所以根据本地字段呢 去生成的有餐构造 好 那么这是 Alt加上 Shift加上Shift加上S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O 根据 根据本地字段 生成 有餐构造 那么这个本地字段呢 指的就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空餐构造 有餐构造生成了 那么接下来 再来一个GateSite的方法 AltShift加S 这里面有一个生成 GateS andSiteS 那它R下面有个下火线 所以你选谁就可以了 选R就行了 好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全选 全选 然后点一个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Gate和Site的方法 给生成了 好 看到了吧 那这就是AltShift加S Alt加上Shift加上S 然后再加上这个R 生成的是生成Gate和Site 那么以前呢 我们在敲这样的类的时候 最痛苦的就是写GateSite的方法 因为你把成员变量私有之后 就要对外提供 一个成员变量就要提供两个方法 两个就要提供四个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不用痛苦了 因为它可以帮我们去生成 好 那么这个就是神奇的AltShift加S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块件 这个值点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对的 ュ手 我们除了 优独播剧场